方家華議員 但我很多時候跟著問他一句 但你知不知道所涉及的甚麼呢? 其實很多市民是不知道的 我想從幾個範疇上問一問當局 第一就是 我知道這個重組的價錢 目前就是7300多萬 但是昨天局長就宣佈了 所有司局長包括特首都加薪8.1 第一個問題想問就是 這8.1 是否會令到我們這個架構 重組的架構由7300萬 會變到8000多萬呢? 或者你計一計數給我們聽 會不會直接水漲船高 影響到我們這個改組的價錢? 第二就是 我看看你們的副表B 其實就加了大約50 不是大約 這個數目是57位 57位的官員 以及幫忙做事的人 這個不是一個小數目 這個數目的 57位是根據你們的附件 是未計政治助理的 以及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如果請了的話 他是不是都是有一些支援的人員 要幫忙做政治助理呢? 會不會還有一些數目 我們是未看到的呢? 因為老實說 你們財保撥款 不是每次都需要來的 你們都有自己 即是未過某個數目 你是不需要來的 我們都想知道 無天白事加多 譬如接近100位的官員 以及支援人員 這個政府 是不是變成更為隆重呢? 其實跟之前我們說的公務員要瘦身 其實不是反其道而行呢? 第三個問題主席 最重要的就是 你花多這麼多錢 請多這麼多人 為了是什麼呢? 究竟你說現在的政府架構 是不夠人手做事啊? 還是現在的人手質素不夠呢? 不夠好呢? 你加多六七十人 是不是就是會令到 即是質素不好 就變成質素好呢? 如果你說現在的政府架構 是人手不夠的 那是不是對現在的官員很不公平呢? 首先這兩位司長 是不是要加他 加他不知八點一 要加他副司長的人工 才應該對他公平呢? 因為他一個人 在做兩個人的事啊 還是你是把一個人的事 給兩個人做 那是不是個個都他條了很多呢? 主席 我希望立法委員都可以一樣 即是我們都他條些 我們個都請個副議員 政治助理 我們現在的助理真是很心工 萬多元的工資 做一個劇劇 就要跟你們聯絡了 那現在你又說請個十萬元 請一班人來跟我們聯絡 那不如大家打勻他了 主席分回五萬元給我們了 我們又做些 請副議員 副政治助理 打勻他了 主席 主席 我覺得那個權責 那個數目和質數 這個相關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來講 都未講得清清楚楚 可不可以講講呢? 主席 簡單來說三個問題 好 哪有想答 局長先 我先講幾句 我看一下 或者我公務員事務局同事 有沒有補充關於附件B那裏 附件B那裏 附件B那裏 湯家瑋議員 其實我相信 我們都列得比較清楚的 就除了附件B的第一版 在第二版的相關政治委員 以及官員的增加之外 在第二版 其實那裏牽涉到45位的非首長級 總數是57位 不是7位 是的 你打了一顆星在那裏 我的顆星也是看到的 沒錯 那開甚麼位呢 這裏都列清楚的 譬如說高級政務局 但你一顆星就說 不計政治助理 沒錯 未計政治助理的原因 就是因為政治助理 我不想知道原因 時間有限 好 剛才余若美議員都講錯了 有17位司長 可以請的 最保守來說 都有17位政治助理 分分鐘不止 34位 加57 我這個不懂計數 都知道已經過了100的了 所以就要打一顆星的 打一顆星 其實因為政治助理 可以加多17 或者是多一點 或者是多一點 或者乘3 所以這裏為了清晰起見 即是你覺得是100多人 加多100多人 如果他請得很多 就當然會 數目是平安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多 他需要有些支援的人員 我們在現行的計劃是沒有的 是沒有額外的支援 即是沒有額外的秘書 或者其他文書 請來做什麼 打電話而已 不會 昨天我們都稍微解釋清楚 最主要就是 在往後會多一些 要做對外 和對地區的工作 亦都在諮詢裏面 多參與等等 這幾方面 我們昨天出的文件 其實都有詳細交代 希望方家屋 主席我希望 希望官員 不要回答 已經回答了 資料 或者文件上有的 我們都看到 都知道 我希望他回答 資料上沒有的 例如剛才我第一個問題 問人工 未來的7300萬 是否再加8.1呢? 主席 部長 其實昨天我們所宣布的 不僅是司局長的8.1的加幅 而是會包括正座的減薪 所以我們昨天 根據現行架構的改動 新籌架構的改動 對現行架構而言 對政府每年是會截省了500萬元 你不要說截省的政治助理 那副司長、司長 那些是否都要跟回8.1加上去呢? 沒錯 副司長不是 副司長就是 某個程度是 副司長我們現在定在局長 人工的在額外有1.75% 換言之 如果局長的人工 如果得到財委會的批准是加了8.1 副司長那個也是相應 現在7300萬元去到多少錢呢? 這個呢 剛才我湯家維議員未來的時候 我跟主席說 我會盡快再書面詳細再交代 因為我們的同事都在賣 即不知道 在這一刻沒有 但會盡快向大家交代 主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多了人 是不是等於現在的人手不夠 還是現在的人手做得不好 如果現在的人手做得不好 多了百多人就會做得好些呢? 作為這個問題他未回答 好 局長 羅太 主席 主席 湯議員 因為上一次沒有來 所以其實我都說了 加溝重組是有三個目的的 最主要就是希望 我知道目的有看報紙看到 是 OK 你看到我都要在這裡重複講講 以傳案 第一就是希望施政更有效 怎樣施政有效呢 就是希望真的更貼近民情 即是能夠符合民意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時間溝通 做事的 即現在施政失效 現在就不緊貼民情 講完給羅太先講 大家有批評 第二就是希望積極發展經濟 因為香港在過去十年 如果你將我們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 就以新加坡為例 過去二十年 每一年平均GDP增幅是去到6.5% 香港只不過是3.9% 所以我們如果你的複式計算 每一年欠日和人家相差2% 我們的經濟其實是要加速發展 所以我們有成立副司長 即財政司司副司長這個職位 希望積極去推動經濟發展 從幾方面 主席我不是問這些問題 主席 因為這些事情 我都看得到 我們做議員都很多工作做的 不是好像你們這樣的 我們都有很多很多會開的 我們都有很多很多工作 你都要了解 大家不要互相批評 我想問的問題很簡單 你是否覺得現在政府做得不好 不夠人手 我覺得現在事實上 的確人手是很緊張的 你現在以我看下那些 我們那些司局長 是一個星期七天工作 由早做到晚 我想當我們在這裏講 要是工作和家庭有平衡 當我們說要標準公事的時候 我們都要照顧一下同事 如果整天是埋手工作 只是急於救火 是沒有時間去處理一些 長遠的規劃工作 以及一些局與局之間的統籌 我相信如果要批評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糾正這個情況 的確是有時間去思考 我都希望羅太你關注我們 我們立法會議員 都是七個星期七天工作 二十四小時的工作 我們的議員要求加薪 要求增加我們的津貼 你們政府就說不行 議員我想 如果你說時間上 我們都要改組羅太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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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